好 下面让我们把关注的目光转到军事方面 美国川普政府上任以来 首次下令在南中国海直接挑战中国在当地的主权主张 一星期后 国防部长马蒂斯将首次出席在新加坡举行的年度亚洲安全峰会 也就是香格里拉对话 这是否预示了川普政府已经准备好宣布他的亚太安全战略 那么有关详细的信息呢 我们就邀请到美国之音的军事记者李宝来到演播室来探讨这些话题 李宝你好 你好 谢谢你 我们知道这星期美军的一艘导弹驱逐舰是来到了南中国海 然后进入中国控制的一个岛礁的12海里之内 那么这个为什么这么做呢 这个行动有什么 尤其是对南中国海争端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 如果用一句话来说 就是说在南中国海的争端这个问题上 美国决心要站在国际法这一边 那具体怎么讲 就是这时候刚才您说的军舰星期四的时候 进入了这个美极礁就是中国占领的美极礁的12海里以内 那么根据去年一个国际仲裁法庭做出的裁决 像美极礁这样的这个低潮高地这样的一个 比如说礁石是不能够作为一个领海基点的 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领海基点你就没有领海了 那么我采访的一个拉普胡珀博士 他是美国的华盛顿智库的新美国安全中心的一个资深研究员 他对我们美国之间解释了这次美国的行动的重要意义 我们一起听听拉普胡珀怎么说的 美国在南中国海实施这项航行自由行动的目的是要表明 美国不承认有关国家对海域和空域的非法主张 特别需要指数就是说这艘军舰不仅进入了美极礁的12海里 还在那里据说是待了90分钟一个半小时 而且不光是这样 还是在那里做了一些包括救生演练这样一些所谓的正常的活动 那么这个行动就表明美方根本就不把美极礁周围的12海里 作为某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国家的领海 假如这是一个某一个国家领海的话 美军只能做某一件事情就是说所谓的无害通过 可以无害通过的方式经过这个12海里 但是美方并不是这么做的 而是停留了一段时间 所以跟过去美国海军在南中国海所做的类似的自由航行动来比较的话 这一次的行动更加直接的依照国际法 直接的挑战中国的所谓的非法的主权主张 我们也知道这是川普总统上任以来 这个川普政府在这个几个月 等待了几个月之后 首次在南中海地区行使这种宣示航行自由的这么一种行动 那么这个各方对此有什么样的说法吗 大家都其实等了很久 那这个行动宣布之后 朝野各方还有包括美国的防务专家们都一致的对这一行动表示欢迎 那么在奥巴马政府任内担任国防部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部长 那么施大伟也表示说 虽然是这个行动是晚了一点迟缓了一点 但是还是很重要 那么至于美国军方 军方是肯定非常欣慰的 为什么呢 军方一直要求白宫给他们这样一个权利 让他们让美军在南中海实施这样的行动 那么至于南中海周边的这个海域的这些周边国家是怎么看的呢 那么国际战略研究所的菲斯帕德里克对美国执行说 周边各国呢对美国的这样一项 这个行动也是非常的 这个应该是非常欣慰的 那么我们来听听菲斯帕德里克先生是怎么说的 美国在那里挂起国旗贴近航行至有关岛礁 显示美国会继续在那里行动 美国正在保护地区所有国家 希望会得到保护的航行自由 当然不是每个国家都很高兴 我们知道中国对这个非常不满意 对认为这个美国的这个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呢 是非常不公平的 而且呢提出了谴责 我听说好像这个中国国防部也是不太高兴啊 说这是一个宣誓武力的这么一个行动 那么也知道这像刚才施大伟说的 像这个行动虽然是等了很久啊 但是终于还是来了 那么这个行动之后 是不是就意味着这个美国这个川普政府 更为重要的这个整体的这个亚太安全策略 是不是也要即将出炉了呢 对刚才讲的这个这项行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但是呢完全不认为不应该被认为是一个政府的一个整体的亚太战略 因为这已经站在包括很多方面包括经贸包括其他的方面 但是呢这些人士认为呢就是说 虽然没有这个川普政府执政已经四个多月了 还没有这个亚太战略出来 但是呢施大伟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前副助理部长 就是说美国会在这个亚今后的几个月呢 有一个很好的机会 什么机会呢 就是说亚太地区呢会召开好几个重大的安全会议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良好的机会 我们来听听施大伟怎么说美国这样一个机会的 我们可以借出席这些活动的计划阐明美国的中国政策 并且将中国政策纳入我们整体区域战略 国防部长马蒂斯应该在香格里拉对话上预告这项战略 施大伟所说的香格里拉对话呢 就是下个礼拜就会在新加坡举行 那么美国之音呢会到社会现场发挥及时的报道 好 那我们感谢美国之音的军事记者李宝 为我们带来的详细介绍 感谢 谢谢